五样菜没有煮食的便当 这样一个卖多少元 您觉得算是合理的呢 云里有一间便当店的业者 在网络上发文 询问网友说 这样五样菜的便当 收费70块钱算贵吗 原来是有客人到店里 买菜饭便当 要求把饭换成青菜 还要求增量 业者收他70块 结果被抱怨说卖太贵了 民众说如果是自己煮的话 这样下来绝对不止70块钱 认为这样的收费很便宜 这处餐店刚求好的青菜 还冒着热烟 琳琅满目的菜色超级澎湃 不过有客人来买便当 对价格有意见 高丽菜公保百业 加上炒甜豆跟冬粉 还有蒸蛋 满满一盒五样菜70元 客人嫌弃卖太贵 业者破文询问网友 真的很贵吗 有人回在台北肯定便宜 在中南部算合理 大部分的人都说佛心价 肯定买爆 自己煮绝对不止70元 便宜我们家家这样算多了啦 都是我这边这样算 料一百多块 被嫌贵的是园林这家自助餐店 业者无奈 因为对方有要求菜要增量 我们菜算就是卖60块 就是四个菜一个半 那它是你不要算了 缺成这个 但是他跟我说量要多 那我就再多收10块 询问其他自助餐业者 同行都觉得这价格很合理 如果是公司行号大量订购 还会更便宜 不会贵 就一般 正常 无样菜便当到底贵不贵 见仁见智 如果民众不想吃得一肚子气 也许能在夹菜之前 先跟店家询问好价格 再决定要不要买 解国宣议 月灵报导